雲萍 林平的父母都是學校老師 夫妻倆都是學校教育的工作者 在學校盡心盡力的教育未來的下一代 都是優良老師代表 也得過無數次嘉獎 雲萍是個缺氧早產兒的雙胞胎 很不幸兩姐妹都是身心障礙兒 從雲萍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 父母就投注了數以千計的心血 及金錢在小孩身上 因為是早產兒又缺氧的情況下 狀況非常不樂觀 生命之數非常低 當醫生宣布可能活不久時 即使活下來也可能腦殘或身臟時 如青天霹靂般的震撼 雙腿癱軟的母親含著眼淚 看著丈夫 思涵地問為什麼 為什麼會是我們碰上這樣的事 殘酷的事實 難道是上天給我們的功課嗎 夫妻倆馬上跪在地上 請求醫生搶救孩子 畢竟是母親身上的血脈生出來的孩子 無法眼睜睜看著孩子 在眼前消失生命 只要活下來 就有機會 改變 也許會好起來 夫妻倆很堅持地拜託醫生 求助上艙給孩子機會 不論要花多少錢 都要搶救這兩個孩子 醫生感動了 上天看到了 孩子從無血色到紅色 蘆甸康花般的臉蛋 漂亮結了 看著躺在醫院保溫箱插著管子的孩子 眼淚一天沒有停過 夜晚也無法沈眠 孩子 你要努力堅持地活下去 夫妻倆收起眼淚 面對這樣殘酷的事實 不論是腦殘或身臟 都是我們的心肝寶貝啊 從此夫妻不分昼夜 分工合作地照顧 奶奶也是不眠不休地陪伴 在旁邊幫助照護 早上在教育學校的孩子 但心裡掛念擔心自己的孩子 晚上回家也要照顧教育自己的孩子 心裡焦脆 任老任怨 無怨無會的付出 可能是上天看到了 感謝上昌給孩子一個機會 看到漸漸長大的小孩 沒有腦殘 而是雙腳站不起來 於是一連串的復健之路 走得複雜又辛苦 小孩也是含著眼淚 在跟命運搏斗說 我一定可以站起來 爸爸媽媽 我會勇敢 我要做個有用的人 以後我也要幫助別人 學校的同學和老師 也會用義不容辭的幫助與關懷 讓我在學習走路的過程很勇敢堅持 我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奶奶老師同學 使我的生活變得更加多彩多姿 我也會天天懷著一顆喜悅的心 爸爸媽媽奶奶我愛你 老師同學我愛你們大家 我愛你 你是個大明星品名 而且你得了作文比賽第六名 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你自己應該覺得也很開心吧 我愛你 不要 championship 沒有 不 不要 你